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西这边的风景真的特别的好看 来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但是这边的路说真的可不怎么好走 因为这块是处在横断山脉的区域 就有很多的山 像我们今天也是经过了很多的盘山路 然后海拔也是从500多米一下攀升到现在是4000多米 反正我现在人是有一点高反的状况 就是呼吸会有一点急促 然后这种高海拔的环境 其实也挺考验车的动力还有稳定性的 那坦克500的动力储备就不用多说了吧 3.0T V6的发动机就是大排量总是会让你非常的有底气 而且坦克500有大量有四驱还带三把锁 就算是咱们出来玩长途穿越 需要说有一些越野的路况去越野的话 那它的越野性能再加上它的这种非常强大的通过性能的话 也会让你非常的有信心 那像刚才我们在试驾教练的带领下 还经过了一小段非铺装的路面 挂上四驱轻轻松松的一些泥泥的路就开出去了 这台车有11种驾驶模式非常的多 那像平常在公共上开就用它的傻瓜模式 就是自动模式就可以了 然后它也是会根据你采油门和实时的路况 去自动切换它的模式的 像这次新款的2023款的坦克500呢 它实际上在软硬件方面有多达16项的升级 就比如说它全系都标配了这个变速器的底护板 要经过一些比较崎岖的路面的时候 它就会保护我们的变速箱不被磕碰 那我想这些改进也是会让我们更加从容地去面对路上很多突发的状况 而且也能更安心地去欣赏路上的风景 其实坦克500这台车今天开了一小段路程 我觉得它其实也挺适合女生的 因为虽然你别看这台车很大 但是它其实有很多人性化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它的方向盘的转向力度是可以调节的 刹车碳板的力度它也是可以调节 就总会找到一个很适合你开的一个驾驶习惯的模式 而且这台车的转弯半径也不大 那即使在市区很狭窄的路况 它掉头也是比想象中容易很多呢 下午我们这些路段非常地迷你了 马上要上一个坡 这个坡挂的是两区的话是根本上不去的 又有水又有雪 走你 还是很轻松的 基本上带速就可以上来 坦克500呢还是有一个越玩越野的功能 上面会显示你车辆的扶养点 你的轮胎的角度 你驱动轮的力量 显示你的转向角度 气压呀海拔呀都可以在这个功能上显示 另外坦克500还有一个征服者视角的功能 对时时路况能一目了然 减少视野盲区的同时 也大大降低了越野的难度 丑年停车这位置 一开门一摊牛股 我没关系 有尊贵的脚踏板 我现在已经打开了坦克500后排的座椅按摩的功能 真的特别的舒服 现在呢我用的这个按摩的模式呢 是这个腰部 它真的能够缓解我久坐的这个腰部的这种疲劳感 真的出来玩的时候 如果能有一个小角落 能让你这样休息一下 能让你缓解一下疲劳的话 真的能提升旅途中出行的幸福感 那说起来坦克500的这个后排真的很舒服 而且它配置也非常的全面 首先同级最大的一个乘用空间 座椅也是和前排的一样 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都是齐全的 而且呢这次新款2023款的坦克500呢 还新增了靠背通风的功能 这块呢还有手机无线的一个充电面板 然后前边是两个杯架 中间还给配了一块小屏幕 在这个屏幕上呢可以调节座椅啊空调多媒体等功能 甚至你还可以去调节氛围灯 打开天窗和遮阳帘 可以说坦克500吧 车内每一位乘客都照顾的周周到道的 真的是非常的暖 那天我听到一个词说坦克500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词叫做铁汉柔情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款车坦克500 虽然看起来很强悍 但其实它也是刚柔并济 骨子里啊也有很温柔的一面 比如说这台车开起来更偏舒适性的 这种底盘的调教 还有它车内豪华氛围感的营造 以及静音性等等 那我想一台好车 的的确确是可以给我们长途出行 带来很多幸福感的 它能带你去你想去的远方 而且我觉得坦克500 也是诠释了一种新的出行的理念 就是我们的长途穿越可能会充满疲劳和辛苦 但是如果你的车是体贴细致的 那么我们的出行也可以是舒舒服服 轻松享受的 说看那个就是雅拉学生